小朋友扭機不聽話 做媽媽難免會生氣 不過大大聲罵 原來未必有效還會傷身 靠惡不行 勾太就帶上讀幼幼幼高班的上軒 來港大聽講座 學習正確的說教方式 本身有言語治療專業資格的 港大教育學院教授姚文禮子 現時很多家長遇到子女犯錯的時候 為了發洩 都是聲大鑑惡罵了先 令到聲太受損 跟他們用聲的習慣有關 用聲用得多 特別是老師和家庭主義 經常要弄小朋友 對他們用聲的要求都很高 他們用得不好不正確的時候 就很容易衝擊到聲帶 就會產生到變化 所以就從而出現聲帶的毛病 他建議家長講話的時候 要配合呼吸 用適當的語調 要身教不好聲教 在表達不滿的時候 可以用肢體語言代替 例如拍手 除了講話的時候 要適當運氣用聲 飲食方面都要注意 例如飲少點咖啡、朱古力 和避免吃辣椒 這些刺激性的食物 最重要當然要喝多點水 這樣都可以有效保養聲線 港大教育學院 為了推廣健康用聲 而開發的應用程式 Your Voice 可以讓市民測試自己的聲帶 成年人一般連續喊倒12秒為之合格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冠魚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